各位华人朋友 前两天的时候我呼吁大家 别去参加美国的文革 容易给自己找麻烦 也容易给自己的祖国找麻烦 现在美国的文革果然开始了镇压了 他们的容忍度都赶不上当时的中国政府 学生跟广场闹了好几个月 你看这个才闹了几天 美国装甲车就开进了校园 各位视频我是不敢给大家放了 一放这节目就没了 哥伦比亚大学装甲车开进了校园 而且开始清场 现在据统计不完全统计 全国大概得有2000师生被抓起来了 这次的文革也非常有意思 敌对的双方 一方是支持以色列的 一方是支持巴勒斯坦的 但是在学校里边 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问候起来 拜登了 拜老爷子这个昭黑的体制 两方不约而同的都问候老灯 你说这咋混的吧 关于这个事情 台湾的青年也发出了灵魂之问 他们都不明白了 美国不是言论自由的国家吗 为什么还要执法成这样 就是直接抓走 退的方式 为什么要直接这样抓走 那你就不要说你今天是言论自由 大家都会觉得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 但是出现这种行为 是有点惊讶啦 通常校园都是一个很安全 给我们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就是可以安心学习 然后我觉得学生应该有自己 表达自己的权利 而且学校是一个开放的地方嘛 然后警察怎么可以冲进去 然后还抓走学生 这样学生怎么敢上学啊 蛮正常的吧 什么意思 闹事啊就抓啊 正常吧 为什么 学生在闹事不是 不是就要报警 好吧 美国的民主灯塔 熄灭了 在世界各地人的心目中 民主灯塔都在崩塌 你说这不是有言论自由吗 哎 对了 所以为什么我不让大家 这个让自己的孩子去参与这种事啊 一个是危险 再一个真能给中国那个找事 你知道吧 你看这个 这不就来了吗 福克斯新闻播出了这么一条新闻 说有一个亚裔的女生被抓了 但是呢 这些警察呢 非得把每一个被抓的人的口罩都给拽下来 让他在镜头前面示众 因为说 杨伦自由呢 人权呢 看看吧 明显这是一个亚洲的姑娘 这帮独轮运们啊 就开始造谣了 说这个亚洲的姑娘 你比如说啊 六四的蛆虫 叫吕金花的啊 他就说了 陕西同传人叫刘立军 中国人民大学赴美的研究生党员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冒充穆斯林 支持哈马斯 反犹太的中国留约生被抓捕以后 警察当面揭露了他的真面目 哎 那位说不对啊 你这个六四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领袖 吕金花啊 他怎么会站到警察一边呢 啊 是吧 呃 他应该站到学生一边啊 是吧 这叫逢中必反啊 这母区早已经疯了 你知道吧 但是呢 外国人呢 这个在呃 这个女孩被捕的视频下纷纷留言 支持他啊 说灿烂的笑容 勇敢的孩子 结束种族灭绝 解放巴勒斯坦 勇敢而华丽啊 是吧 你成为了美国英雄 成为运动的代言人啊 这些都是美国人留言翻成中文的啊 各位 那至于说 他怎么是人民大学的党员研究生了呢 是一些这个微信上的一些人啊 开始流传啊 是这些独轮运们纷纷都是通稿啊 把这个美国文革都得让中国背锅 这是中国派出了党员女生来领导的美国文革 也不知道对这帮区们有什么好处啊 现在美国都亚裔细分法案了 有钱的华人现在都把钱往那个香港啊 往那个大陆啊 小猫策法的去转 通过各种方式 他怕美国排华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这帮 当然了 像这帮像女精花那种这个民运的蛀虫啊 那基本上没有什么财产啊 是吧 那是流氓无产者啊 无所谓啊 他们为了反共啊 这帮人干脆就不要脸了啊 因为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假的呀 你看这民运的蛀虫们都说啊 是中共党员吗 是吧 这个事情呢 美国的媒体可不是这么说的 美国的媒体呢 说呢 这个女孩啊 啊 应该是个韩国裔的 哎 这就有点靠谱了 因为他那个脸型就像 是吧 连这些 他这个独轮运们里边都看不下去了 你比如现在那个变成了一个反共摇棍的方舟子 都说了 美国的媒体 是吧 那个明明说 这个是一个韩裔的美国人 对吧 你看这些六四的学运叛徒 是吧 这些人 方舟子都看不下去了 胡说八道吗 这明明是一个韩裔的美国人吗 一些爱国网友也说了啊 说我倒是真希望他来自中国 可是呢 美国媒体爆出是韩国人的 那你的消息来源呢 现在所谓的中国海外的民运人士都臭大街了 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啊 这个疯狂敛财 造谣抹黑大陆政府 碰瓷 法律 底线 闹正密 毫无诚信 砖坑 洗脑的那些职人润人的钱财 命案还屡有发生 那个谁 那女的啊 不把那个 骗了她的律师给刀了吗 是吧 民运的裹脚步啊 都臭大街了呀 说本来呢 觉得呢 这个很清楚的事啊 然后呢 然后呢 不得不出来说两句 说人民大学在美国对中国高校的实体制裁的清单上 她的研究生怎么可能到美国来留学呀 党员啊 从20年川普就限制中共党员入境了 对吧 她怎么可能留学呢 是吧 这不是漏洞百出吗 那位说你有啥证据证明她不是那个 中国的留学生啊 这个事啊 咱得这么看啊 你仔细看看她的脸型 各位 这个脸型 犹如满月啊 是吧 这是典型的韩国人的脸型吗 昨天还是前天我给大伙说过一个例子 就是金正恩年入25个处女 那就是油管上的一个脱北者 一个韩裔的一个这个女的说的 你看看跟她像不像 朴延美 韩国人啊 不是韩国人 朝鲜人 反正一个民族吧 你再看她 各位 你要说她是个中国的党员女生 你倒不如说朴延美 亲自到那个大学里面去抗议了 对吧 我觉得应该她是韩裔这个事 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对吧 所以好多的网友看不下去了 说现在的这帮海外的这帮 卢卢运们啊 造谣 愁衷 弱智 就成了他们的共同的特征 从示威游行起家 却对美国主子不喜欢的示威者 示弱仇控 呂金花啊 这条六四的什么蛆虫 把以上的判断演绎的极为经典 民运为何成为正派人不齿的臭狗屎 归功于老共的宣传吗 不 我坚决不同意 是他们实在就是贪狗屎 好吧 这个事情的真相 大抵也就是如此了 韩国女性应该是能够定了 各位啊 还是那句话啊 美国的这些华人朋友们啊 一定要约束自己的孩子 不要去参与美国的这种民运文革啊 容易招货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